國內在今天的本土確診案例是八萬零一百九十五例 那其實這幾天都維持在差不多的數字 國內看起來這個疫情是進到了高原期了 那麼現在很多人就在問說 到底什麼時候我們有可能進一步的解封嗎 因為現在其實群體免疫的數字也是越來越高了 那我們就看到中區指揮官黃高斌 他就說國人的確診率算一算 現在已經是來到了百分之十點五 再加上可能還有一些黑數的存在 所以估計是有百分之十 這樣算下來已經有百分之二十點五了 還有三劑疫苗的覆蓋率是有百分之六十六點四 所以渴望已經有達到八成的人是有群體免疫了 那當然接下來大家要問的就是 什麼時候可以出國呢 要開國門現在要考慮的第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要等到病例下降 另外是也要考慮除了這個醫療量能之外 也要考慮外國人他們是怎麼看的 還有就是七月份是不是有可能可以脫下口罩了呢 那當然因為秋冬其實流感季也即將要來臨 在之前陳時中就有說 這口罩不一定只是防新冠肺炎 還有很多的這個疾病也可以一起的來防範 另外是防治這個呼吸道的疾病 所以像是台大而一的院長黃立民就說 免戴口罩的命令最好是等到明年再放寬會比較好 那當然他們也提到說這口罩的禁令是可以逐步的放寬 包含一些活動比較空曠的話呢 是可以先鬆綁口罩的禁令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